如果我現在這樣講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 我一直到45歲才去學太極拳 為什麼 因為我到那時候我身體已經病得不行了 我覺得我再不學 學一點功夫的話我當然會死掉 所以就去學了 所以人通常是 人通常是呢 沒有到那種很緊迫的時候呢 他不會想去做這些事情 下不了決心 我都會那時候 我45歲以前都告訴我自己 我好忙 我真的好忙 我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好忙 沒時間學這些東西 六週都要上班 可是當我生病的時候 我發現 我連上班都不能上班 那你還忙什麼 沒辦法忙 當我鼻子摸著 硬著去學東西的時候 時間他不是擠出來的 時間是各位一定可以擠得出來 學個功夫 那你說我跑步 也可以啦 跑步也是可以的 只是 從養生的角度來看 跑步不是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走路還可以 走路 跑步 你到五六十歲就知道跑步是不大好的一個運動 這是有學理的 這是有學理的 這三件事情 在你這一路上 如果你真的下定決心去學習 對你有幫助的 他會幫助你 你叫有精神 你叫有體力 去面對你的學業 去面對你的工作 那你說 那生命延長書是幹什麼的 被活了比較久的 那個是一本書 你們自己上網打 他總共出了三四本的樣子 那本書上 這本書我常 我買過很多 送很多朋友 身體有什麼小病痛 照著書上的動作做一做 就OK了 很多 這個老師在台北 很多人都是得了癌症以後才去找他 有時候人想想也很悲哀 沒有生病的時候 都不會想去學這些 對自己身體健康有好處的 你只知道生病了 所以今天在這裡推薦你們 身心靈健康很重要 我們六月 六月這個地方 我們系上的學長 從加拿大回來要講的 也是身心靈健康的課程 他是教我們怎麼靜坐 這些原理是什麼 這都是科學原理的 那個學長是前清大動機系的系主任 這有科學原理 那現在因為實踐關係 我沒辦法跟你們講太多 我只能告訴你 這個 你真的是認真去學 讓你身體變好一點 你變好 對你好 對你的家人也都好 最後一本書自己去翻 我猜我們圖書館應該有滿 自己去翻 去借一下看一看 那個 裡面教的東西不需要你每一樣都會 我早上在榮園看到的時候 看到他們有個團體在做的那些動作 其中一部分就跟這個有關係 其中有一部分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很多什麼拉筋的動作啦 拍打的動作啦 都穿了 你只要每天做 對你身體都有好處的 各位 年輕 好 你是年輕 你的能量很強 可是你把它 那會掉以後 你沒有補充 那電池最後還是 會沒電的 其實另外一個是打坐 那個 離你們比較遠 就是不講啦 所以打坐呢 就是把你的電池變大 電池的容量變大 練功 練那個太極拳呢 或無影十八四 就是把 當你電池用消耗掉以後 再加你的那樣 充電 一個是充電 一個是增加農量 這是兩件事情 生氣零健康很重要 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沒有人告訴我 很重要 可是我一直以為說 趁我年輕可以隨便揮霍 好 最後 開書目給你們 我們是理工科的對不對 你們修不修經濟學 不修 修不修會計學 不修 管理學 也不修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 以我們理工科的能力 自己看也可以 所以我推薦這三本 經濟學 張清熙寫的 應該叫經濟學的世界吧 忘記了 好 他的名字叫經濟學世界 還是經濟學 啊經濟學 張清熙總統四個作者 自己記下來 我這個認為 你們一定有朋友在管理學院 不懂 去問一下 各位 想說我一輩子要做工程師 我學在幹嘛 你真的一輩子只會做工程師嗎 工程師有五六十歲的工程師嗎 沒有啦 台灣還沒有習慣說 有五六十歲還讓你做工程師 一定 一定是課長 副理經理一路升上去的嘛 升到 可能 升到經理 你升不上去的 或是你不想再管那麼多人 你就 至少要做到經理嘛 所以你怎麼可以不懂這些東西呢 你是工程師 你做專案 老闆跟你講 這個東西多重要 到底有沒有市場價值 如果你不懂這些東西 是有問題的 所以經濟學 我推薦你們看三星星那一本 會計學 正另外的 會計學基本上有初級中級高級 你們把初級看過去就好了 重點 要學三 會計學要學三天四天 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 跟現金流量表 誒要學這個幹嘛 你以後到公司 就有用了 以後你要買賣股票也會有用啊 做投資理財也會有用啊 好 有一套書叫貨幣戰爭 它好像出到第四級了吧 還是第五級 忘記了 這圖書館有自己去借吧 作者叫做 洪斌 他是告訴你 這個社會 為什麼還能運出 為什麼 銀行 銀行家來 會印鈔票來 來賺錢 你們手上有新台幣嘛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相信你那張鈔票 可以買東西呢 來 為什麼不 為什麼店家沒有跟你講說 這一頓製作餐 值 一塊黃金 一兩黃金 他為什麼不跟你收金子 不收銀子 不收銅錢 收你超強 好 這一套書拿去看一看吧 管理學的新世界 我們搞研發的 做任何工作 跟管理學的關係 看一下 這叫充實自己的基本能 一個能力 你們說 欸學長怎麼會有錄頂記呢 欸看過錄頂記的舉手 哇 金融現在真的沒落了 好啦 讀書館也有啦 去借啦 為什麼要叫你們看這個東西 看完以後 你批認的功力會比較好一點 你說啊 是這樣子嗎 我常跟我的業務講說呢 做業務 第一個要有嘴發舌 這是基本的要點 錄頂記 那些學會怎麼說話 好 先學會怎麼讚美人 這個書呢 你如果只看一遍 你大概學不到什麼東西 通常錄頂記 我是要求我的同事呢 這個 要看三遍 才會得到一些感覺 下一本又是小說 大唐三龍傳 大唐三龍傳 總共20冊 一到二十幾 看過沒有 也沒有 奇怪 你們人生 看起來非常充實 為什麼要看這個 魔略 請問一下你們打遊戲 打電動玩具 打那個 打不打遊戲啊 LL打不打 魔獸世界打不打 很好 唉唷 各位 遊戲 網路遊戲很多 戰略的遊戲對不對 要你們看大龍 酸龍狀的原因是 那裡面就告訴你 你要怎麼成功 進 會 跟別人怎麼結盟 這層次 還不錯吧 你還知道 這看電視的吧 電視演得很爛 你要看小說 好 下一本叫一代軍師 作者叫隨波除流 這是大陸的作家 為什麼要這樣你看這一本 告訴你說 做什麼事情要有 磨略 做什麼事情要先佈局 為了達到那 為了達到那個目標 你會看你自己缺什麼東西 想辦法再把它補齊 會下圍棋的舉手 哇 只有一個 我也不會啦 聽說下圍棋就是什麼 小說上不是講嗎 下圍棋就是要懂的什麼 佈局嗎 怎麼進攻 有時候要讓 有時候要進 有時候要退 看一下 這很重要 還有一本 叫修真世界 誒 剛剛講的 這網路小說啦 上網打一下就有了 卡提諾就有 看不看卡提諾 很多人還不知道卡提諾 這完蛋了 是我太老還是你們看 太年輕 好 這樣你看這本書 是讓你知道說也一樣 不是讓你們看小說 覺得看好玩的 是讓你們在看的過程中 去思考一下 待會請你們看的 其實都是寫的滿有趣的啦 只是在看的過程中 你們要想想看說 喔 原來 原來 組織力運作是這樣子 最後 有一本書叫 《行銷戰爭》 這個作者名字 這個有中文版 我相信我們學校 協助館也有 這本書是告訴你 你怎麼去跟人家做生意 什麼叫什麼 你說我又不是 我以後又不做業務 做什麼生意 各位 你就算是做工程師 也是一種生意 他就告訴你 你怎麼認清你自己的 位子 你的資源 來決定 你在每個工作崗位上 你要怎麼做 你是要 躲耳鬼血去競爭 或是你要以手為原則 你怎麼樣才能夠 一步一步的 讓你從 無到有 有到好 教你這些東西 我一直很喜歡念書 不同的書都看 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小說 什麼都看 在忙 我都看 我從 學生時代一直到現在 一直都是這樣子 時間 是你自己保 自己來找的 上廁所也可以看 你沒有 你沒有養成這樣子的習慣 你很難有 很多 知識 來判斷 你所面臨的東西 是對還是錯 你收集的資料 這個會變成我沒有意義 這些數目 我建議你們自己設定 這四年的時間 一個學期好好研究 一樣東西或兩樣東西 一定有幫助的 小說理論上 一個月應該可以看完一套 好 好忙齁 叫你們早上要起來練功 晚上要看小說 白天還要上課 不會啦 等你工作以後你還知道什麼叫做忙 真的 我以前在學校都以為自己好忙 工作以後呢 才知道什麼叫做忙 你總不能因為工作做到一半 最後你告訴自己 我身體受不了了 我要放棄了 所以說 要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身體健康做好 有些跟系上沒有什麼關係的書 要多看一些 我不知道我們系上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 走力偏電監管理這樣的口號 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學長去開餐廳啊 學長去賣什麼 我們學長做醫生的啦 各式各樣各行各業都有 還有做中醫師的啊 都有 因為最後自己覺得說 自己電也不行 力也不行 他只好去做別的東西 可是很重要 至少你在工作系走一招 你學到各的堂 你基本的所有的學科 你基本上都學過了 我想大概除了 醫學的東西你沒學到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人都學過了 這對你的工作 你的選擇有很大的幫助 我在工作系畢業以後 我還除了電子業的工作以外 我還做過土木業的工作 我還蓋過捷運 我挖過隧道 蓋過房子 香港機場我也去蓋過 當我不懂的時候呢 因為我在工科系有學到一些基本的科系 科的基礎 我就把這個行業的書 土木的書拿出來換一看 好 乾金水泥是怎麼做的 石頭應該怎麼選 砂要怎麼選 水泥有什麼差別 鋼筋有什麼差別 不會了 講硬力的時候 不會了 因為我們去 我們系上有教硬力 材料 講材料 我們系上有教過材料 化學 我們系上有化學 可是重點是你 求知 你學習 你學不學 你會不會去把書讀完 培養自己 培養自己 蒐集情報的能力 就是要讀書嘛 培養自己 問問題的能力 培養自己 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 今天 那裡要這樣很快 兩個小時 中間沒休息就講完了 沒有太多東西 工程科學 所以 那一顆戲是我覺得我好喜歡 我好愛功課 你們現在還沒辦法體會 搞不好有人是不小心來功課 被迫來的 我老婆都說 沒看過這麼愛功課系的人 可是不是只有我 他覺得我們系上的畢業這些人 都覺得你們怎麼這麼愛功課 因為我覺得在工課系 以工課系為中心 為基礎 你把人文社會 經濟會計管理 你可以給我學 最後 你不管要走學術路線 走研究路線 走製造路線 走任何路線 還過天空 還過天空 好 那前提重點還是一樣 身體要健康 來 我在學校唸書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說 我們龍園裡有交太極拳 好可惜喔 我如果二十幾歲我就會的話 我現在可能是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雖然我太極拳現在打得也不錯啦 然後見棍辦也都多少有學到了 所以現在下一步只準備修正 看能不能穿越到另外一個時空去 好 不過 在你還沒辦法穿越之前呢 麻煩 面對現實 面對各位現在所面臨的挑戰 最後 送這句話給各位 什麼時候 任何時間 都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不管你在學業上 在工作上 你會遇到很多困難跟挑戰 保有你的那顆心 做 你認為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就對了 好 最後 相距就是有緣 來唸功課 來成大唸書 這是 這是有機緣 現在你還沒辦法體會 對 等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 你就會知道 不過那個時候 你可能又要回頭跟你的 年輕的學弟學妹講 講好久 這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那我們來自己珍惜他 我們來自己珍惜他 我覺得我們功課系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很多學長 學姐他們很願意回來跟大家交流 其實這個傳統不是現在才有 當年我念書的時候 這個學長就藏回來 你們好像下一次有個王欣龍學長吧 到我十屆還是十二屆我忘記了 念書的時候他就藏回來跟我們講話 你看 養了二三四年還在 所以功課系很不錯 就是那種感情我們就一個班 那種感情是真的是很好的 學長學弟學姐學妹之間大家都非常要好 那 相信各位 慢慢你現在才一大一而已 等到你到大三大四你就會體會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因為時間到了要下課 好 沒有問題喔 那希望呢 這兩個小時 能夠再一點點 給各位 讓大家呢 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謝謝各位了 下次有人再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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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